自愿选择经营性质,落实社会办一税份政策,完善医保支持政策,加强人才队伍建设,建立健全财政奖部机制。 我是出台的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办一了解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,以下简称实施意见,分来十大部分33条内容。 主要针对当前我是社会办一中存在的突出问题,制定了相应支持举措,通过打到一大批有较强服务力的社会办一疗机构,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局。 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,是生化医感,改善民生,提升成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,是众大健康产业,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。 值得注意的是,支持各种所有制医疗机构协调发展,并享有相应政策、权力,坚持统筹配制原则,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同时发挥政府引导作用,促进资源均衡,有效配置,强化规范发展原则。 医法医会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,引导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行业自律,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。 张勇介绍,政策意见的出台,是为了进一步解决社会办医的无产权归属,合理汇报,办医性质变工,人才与经营培养,以及顺身和土地优惠,政策等问题。 也明确了对医疗机构重点专科学科建设,升级技能,科研成果等方面的奖励政策,实施意见出台以后, 社会办医疗机构自愿选择盈利性,获得盈利性经营性质,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对社会办非盈利性医疗机构举办者的激励机制, 对盈利性社会办医疗机构研究制变财政奖励办法,支持的每医疗机构健康发展。 但符合变更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,争可申请变更经营性质。 据悉,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如发生产权变更,允许投资者升回投资,如投资者退出,资产要优先用于职工安置, 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,按规定免生增值水, 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非盈利性医疗机构自产自用的制级免生增值水, 自用的房产,土地免生房产税,承证土地使用税, 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盈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,土地, 自己取得职业登记之预期。 三年内免征房产税,承证土地使用税, 对社会办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, 对盈利性医疗机构简单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, 或是,社会办一不仅无法享受同样的人才吸引优惠条件, 在税收,贷款的方面也没有同等待遇,刚出台的政策意见, 在这些方面给出了避忘更开放且细持的措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